大家好 之前发过一个安装踢脚线的视频 然后很多朋友都对这个踢脚线挺感兴趣的 然后今天来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踢脚线 就是这个 这个踢脚线质量是普通的 然后高度是7.5公分 踢脚线的高度有7.5公分到10公分 高度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决定的 然后花色也是一样 这是木素材质 木素材质呢 它就跟推拉门的柏叶是一个材质 这种材质现在用的也比较广泛 基本上楼房里装修都会用到它 平房里会用到瓷装 现在又出了很多比如说太金的踢脚线 还有带灯光的 各式各样的 但是这种踢脚线还现在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当然还有石木的 石木的更高的 至于这种的安装方法 我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每种踢脚线上的都有配套的这种卡扣 卡扣怎么使用 它是这种梯形的 把它固定到墙上 然后这边就会扣进这个踢脚线 这样就来固定这个踢脚线了 这个固定也可以用钉子 然后用锤往回砸 也可以用钢排枪打到墙里头 那样更快 另外如果有需要拐脚或者是堵头的地方 这是堵头 堵头是分正负的 两头的用的不一样 这种安装的还是比较简单 石木的先对就比较复杂了 现在咱们来看一下安装好的效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